- 黃金昨天也創下某段新包 - 好會再漲嗎? - 有人說油金油金 - 講的油一定要再講的金 - 其實過去幾個禮拜 - 我們也曾經幫大家追蹤過黃金 那原油是上禮拜的重點 那接下來這禮拜繼續帶大家看一下黃金 為什麼黃金會創下一個 昨天創下1700塊的波段新高呢 其實你從這個總經濟面來看 就看得出來 這個叫做黃金的價格 跟美國聯組會的資產負債表 你可以發現 當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持續往上大增的時候 代表美國不斷的在降息 代表美國不斷的在購債的時候 這個資產負債表不斷的規模往上 這時候什麼東西在往上 黃金 黃金的價格也在往上 有沒有發現這是一個正向連動 當資產負債表開始停滯 甚至往下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黃金是跟著走弱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 當這個聯組會 他採用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的時候 他如果在市場上QE的時候 通常黃金都會跟著大產 因為熱錢太多了 可是當他開始緊縮銀根的時候 黃金就會開始走跌 代表熱錢比較少了 那我們知道 最近美國不是又使出了無限QE 無限手套嗎 Catch 我抓得住你 這段考慮一下 要不要撿隨便 隨便 沒關係這樣 Catch 抓得住 我跟你講這邊資產負債表 不是無限手套嗎 無限手套又開始 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創下了歷史新高 當資產負債表再度往上的時候 不就複製這一段嗎 那這一段誰連動最多 就是黃金嘛 所以我想提醒大家 全球在吹降西風 大家手上的東西越來越不值錢的時候 錢幣越來越不值錢的時候 只有一個東西可以上漲可以保持 那是什麼 按照過去的歷史經驗就是黃金啊 所以黃金昨天創造波段新高 你從總體經濟的面來看 當然是很合理的現象嘛 可是那時候回到技術面來看 老王最擅長的技術面 來 小編我問大家 或是我問各位線上的觀眾 這個圖你能告訴我 這個看得出來說 哪邊是一個比較 相對好的買點 相對好的賣點嗎 有可能這樣擊殺 你就會賣在這嘛 擊掌你會抓在這 結果又套牢 你看不懂為什麼哪邊要買賣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為什麼要學技術分析 你看喔 老王只要輕輕加個幾條線 是不是就清楚多了 事實上我們過去的影片 不是上禮拜 是更早之前的影片 我們這邊有提到嘛 說跌下來的時候呢 他這邊是灌破這邊 兩個高點的連線 灌破之後就轉落 轉落的時候 我說這邊 其實不用太急的 太恐慌 為什麼 因為大家看這邊 這邊不是好幾個低點的連線嗎 你看把這幾個低點的連線 畫一條連線畫過去 哎呦 剛好打到長期的低點之聲就反彈 那我們說了 反彈 因為你已經掉到這個區間了 反彈你就要本事在突破 突破這個區間的上緣 才會進進到下一個區間 他是不是來跟長紅突破 可是長紅突破的時候 這邊兩個高點 畫一條連線 有過去嗎 沒有過嘛 沒有過 當然又再回來 回來的時候 你說怎麼又沒破底 因為回來又在打到前面這個支撐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黃金其實 這個紐約黃金 國際黃金 它其實是一個 區間的概念 區間突破 就做震盪 突破 就做震盪 聽懂意思嗎 跌破 也做一個區間震盪 那現在顯然 昨天突破之後 今天目前為止 已經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短線怎麼觀察呢 只要可以守住 目前上面這個區間的上緣 不要再跌破 不要快速跌破 那就沒有假突破的疑慮了 那就有機會 會持續再往上走高喔 那走高怎麼量呢 當然就一個等幅測距去測量 這是個最基本的 當然不是說它一定就會達到等幅測距 而是一個我們可以預估一個想像的 合理的形態 那萬一 快速的回跌 就形成什麼 就形成一個 區間的假突破 那假突破就會 增破底喔 未來再破 前面的低點 也是有可能 目前為止 沒有跌破 目前為止還守住 所以未來就持續觀察這個區間即可 那黃金又創高了 我該不該續報還是要減嗎 黃金我們前兩集有提到 好像是上上集有提到說 已經來到區間上緣的高點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圖吧 這個國際黃金 這個我們上次拍在這邊 我們說已經突破區間上緣的高點 那如果只要它不要出現長黑或跳功 大幅的吞噬的話 那基本上 站住這個區間上緣 就有機會怎樣 往上去做攻堅 而且我上次還拿那個 FED的資產負債表 如果沒有看到那一集的 各位回去抓前兩集 或是看我們上面的資訊卡 就是FED的資產負債表持續的膨脹 按照對照過往的記錄 FED無限的購債 最能夠正向連動往上的 就是黃金 也就是說 黃金是最保值的 那果然 黃金在最近出現一波大漲 那這一天 你可以發現原本漲到去 後來瘦了一根黑黑 但是它並沒有跌破 這根長紅的低點 簡單講這個回撤之後 隔天還立刻守住了 這個 這個收上引線的這個低點 基本上就是在上緣附近做一個震盪 就隔一天又重新長紅站上去 那麼說 站上區間上緣當然就是往上大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國際黃金已經慢慢要往1800元美金來做挑戰了 是非常的強勢 所以你這個時候回頭看老王 當時告訴你說區間已經開始準備突破 那到這邊的大漲 顯然在這個地方老王是看的 還算蠻符合盤似的 所以我分析就這樣 你分析 這個國際的群師 國際商品 你不見得 每一檔或是 每一件選擇 你就講對 沒有人那麼厲害了 如果我每一個事情都講對 我現在不會站在這裡 你知道嗎 因為我每一次進場都壓個一兩億 那我就發了 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們有時候會看對看錯 重點是 看錯你要懂得修正 看對你要懂得怎樣 要積極 你要報勞 你懂意思嗎 你要敢去做 大概是這樣概念 黃金當然就不要預設這所謂的高點 我們說 海外期貨如果開始走出一個長期趨勢的話 這時候要看哪一條均線 看十字均線 所以 黃金 你就看短線就看十字均線 只要不跌破 要持續往上推動 畢竟這個區間已經突破了 那區間我們教過大家 就用區間等幅的測算 就這個高點跟這個低點 這個區間 有機會做個等幅的移動上來 大概 如果你用形態 來做計算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空間 是你可以 好好去 等待的 其實黃金我們有持續幫大家追蹤 我們看這樣的圖 可是大家 大家一發現有什麼波動 就會很緊張 其實我們上次不是告訴大家嗎 黃金很簡單 來各位 你們學畫線 畫線其實不難 如果我們把這個 這個 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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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畫個連線 你會發現過去一個大的區間 大區間之後 再來跟長虹 突破了這個叫區間的上緣壓力 突破之後 大漲上去 我們說只要站穩區間上緣 你就持續往上 上攻 但是又打了下來 大家就害怕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要跟大家講 你看打了下來這個下緣碰到哪 這個黃金的 國際黃金的價格 剛好打到了前面這幾個高點的 也就是區間上緣的連線 原本是壓力 突破之後就變 突破之後就變支撐 所以回到下來 這邊的短暫 有沒有看到 發現 這個長黑的低點 跟前天的這個小紅黑 剛好打住這個支撐 那關鍵就來 如果可以持續守住 那是有機會 持續再慢慢往上 來挑戰前面的高點 那萬一 來個長黑 灌破 那該怎麼辦呢 你就代表 這一個 區間的突破 形成 標準的 假突破 假突破 你小心 他就會來 增破底 也許會來破 前面 這個低點的底 就完成一個 假突破 就來增破底 然後有句話就是 假突破必定迎來增破底 那 假破底 必定迎來增穿頭 這樣OK嗎 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那目前是 還沒跌破 所以 在這個地方 當然多方 還是比較有優勢的 然後 那也許你會問 老王 那你的意思是 這邊手術支撐 我就一定能去買嗎 其實有時候 你單看一個區間的 化形態 是 不夠完善的 不夠圓融的 不夠 好綠周到 就好像原油 上禮拜我告訴你 不要看什麼前提 支撐就去搶反彈 你看不是崩跌了嗎 一樣道理 黃金這個時候 我的看法 我會給他再加上一條線 唉唷 這條線怎麼畫出來呢 把幾個低點 做個連線 我們剛才教大家 把高點做連線 那你把這一拖 上漲 從1450 漲到1850 好 1785 這個有夠熬 從1450 漲到1785 這一段過程 你把兩個低點 做個連線 那不就是一個什麼 上升趨勢線 那你發現這個什麼 這個是一個長黑 長黑已經灌破 這個上升趨勢線 代表 就這個波段長勢 可能以及轉弱 即便他打到 這個區間上原支撐 這個時候 該怎麼做呢 所以如果你有時候單看一條 你也許被騙進去 如果你看了兩條 好 這個時候 但是這個上升軌道 我們就會期待怎樣 OK 他守住這個 算是初步 OKOK 但是我還不能完全 確認他半多 你要必須等他 重回這條 上升趨勢線 比如說來到這個位置 那麼 那整個黃金 才會重回一個 多頭趨勢 這個時候 你再稍微 積極做多 我覺得是比較OK的 不然在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是有風險灌破的 風險大概 風險值就一半一半 所以你自己要操作的話 你要去思考 你是要積極一點 去賭這個風險 一半一半 還是你回過頭看這個 上升趨勢線 站穩 我再來做多 我覺得會是比較 符合形態學了 在這個地方 我提醒大家 上升趨勢線 跌破了 一定要重返這個軌道 黃金才會真正的 再一波轉強 這個世界最好的 阿富山 有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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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被選到 和育宿 吃了